大家好,我是時光寶浴的Able 歡迎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Palmageny Faurier 拍馬強尼這幾列真的很受歡迎 他們Tone de PF的成功 令到牌子越來越多人注意 Michelle Palmageny是當代其中一位最出色的制標大師 這個很多人都認同 因為她在股東標方面的修復成功 被她掌握了幾乎所有機械中標複雜功能的技術 加上Michelle那種獨特的美學觸覺 她設計的碗標把黃金比例發揮得淋漓盡致 Palmageny的作品無論是最簡單的兩針超薄的碗標 以至最複雜的三問或萬年力的碗標 每一隻都讓我們看到瑞士打磨技術的最高境界 一隻碗標裡小得像油絲擺輪 大得像標殼或標盤 Palmageny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坊裡完成 所以只要Michelle想得到的創意都可以把它實現 Michelle每隔一兩年就會有一件收藏級的作品帶給我們 就像以前的貓和老鼠的座蹤 以及幾年前的回歷萬年力碗標 還有一個Brand 25周年的時候 那款獨一無二的Lahuska Hay 大小字名的Pocket Watch 每一款都給我們一個經驗的感覺 Michelle對歷法的中標有一種很特別的感情 她很尊重大自然 她認為人類在觀察和了解大自然 跟著開發的各種歷法 就是我們的文明和文化的象徵 她的作品裡很早已經出現了萬年歷和年歷的碗標 在2019年的時候 她也推出了世界第一種 擁有回教歷法的萬年歷碗標 我一直都很希望 有一天Palmageni會帶給我們一款 可以顯示中國歷法的碗標 但我這個期盼已經有了答案 因為今年Palmageni推出了一款 叫做Tonde PF夏曆的碗標 甚麼叫做夏曆呢 夏曆是歷史最悠久的中國歷法系統 它是一種陰陽的合力 在夏曆的時期 中國已經開始用太陽力和陰陽力了 太陽力叫做正時 而陰陽力叫做正索 這款碗標真的克服了很多困難 才可以實現把這麼複雜的中華歷法 用機械的結構去計算和顯示出來 中華歷法和我們生活最有關的 我覺得一定是24個節氣 地球每年都圍繞著太陽公轉 而從地球看著太陽 它所運轉的軌跡 我們稱它為黃度 如果將黃度分成24個等份 每個等份代表太陽在黃度上移動15度 而這24個等份也代表了24節氣 每個節氣都有自己的名字 有一些代表了四季氣候的變化 有一些代表了傳統的節靈 因為這些節氣描述了太陽照射地球 在一年之中的角度和距離的轉變 所以它可以非常準確地反映 中華大地身處的北半球 在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 我們可以想想 這些節氣以前曾經幫助農夫 去預計氣候的轉變 一年四季之中 它們可以做出春生、夏長、秋收和東床等安排 我們不要以為今天科技發達 這些節氣已經沒有參考價值 其實剛剛相反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的節氣 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計劃日常生活 比如說 立春代表春天來到 萬物生機勃發 也是我們計劃一年奮鬥目標的最好的時機 好了,到了谷雨 代表雨季來了 我們出街的時候就要帶一把傘 好了,夏至 這段時間的北半球日頭 是一年裡最長的 過了夏至之後 晚上的時間就會越來越長 到了寒露 它代表秋季正式結束 我們就要拿出冬天衣服 二十四節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果實 在2016年的時候更加成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還被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農曆的正確名稱應該叫做陰陽曆法 它結合了太陽週期的365日 和月亮週期的29.5日 12個月亮週期加起來是354日 它與太陽週期相差11日 於是每大概三年陰陽曆就會有一個潤月去補償 下曆碗錶的9點鐘位置 就是一個小標盤 它顯示了月份 如果那個月是潤月 錶盤裡的小圓窗就會顯示一個潤字 陰陽曆的日期就放在3點鐘位置的小盤上 如果是大月的小圓窗會顯示一個大字 而相反就會顯示一個小字 都是很清楚的 六點鐘位置的小標盤 就顯示了南北半球的月相 因為這個月相是與日期同步 所以它是非常準確的 錶最大的信息量 就是出現了在12點鐘位置的小標盤上面 我們華夏的陰陽曆法 每12年就叫做一輪 由12個地支去組成 每一個地支都有一種動物做代表 分別是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和豬 12地支又與十天干配對 每一個天干都屬於五行的一種 十天干應對了12個地支 五個循環之後就叫做一甲子 也即是六十年 聽上來是否很複雜呢? 事實上也真的複雜 不過PARMIGANY PRONERPF這個下力的緩標 它真的可以化繁為簡 它將一輪的12年都配對好 包括了天干地支、生肖、還有所屬的五行 都放在12點鐘的小盤上 這一輪的起點就是2023年的貴某水兔年 而12年之後就是夾人、木、虎年 由於這個陰陽力是很複雜的 所以要製作一個萬年力 基本上也不可能 但在一輪的12年之內 只要我們保持著這支錶不停運作 錶盤上所有的資訊都會非常準確地顯示 就算這支錶停了一段時間 亦可以用錶殼兩邊的小按鈕來調整 12年之後 我們就需要把這支錶送回原廠 方便它們換下一輪的天干地支小盤 以及調整下一個12年的運作結構 這款錶除了機械結構很複雜之外 它在設計和工藝上都是一件精品 通德PF 的設計語言很豐富 它的錶殼直徑是42毫米 是用精鋼來做材質的 上面有一個做了滾花的950柏金的錶圈 可以說是低調奢華的一種演繹 還有經過拉絲和拋光兩種打磨技術的一體化的精鋼錶鏈 還有水滴的錶椅 再再加上平台的PF 的標尺 每個部位都有意見 是酗滑的精鋼 antique的小筆 為了配合華夏勵法這麼複雜的身份 Parmagenet就特別調配了一種叫做大延的帝王紅色 在錶面上還加了Tonde P.E.F.很Iconic的大蜜粒基黑花紋 這款錶再一次讓我們感受到Michelle Parmagenet的創意和技術 複雜的碗錶真的很多 不過能夠觸觸複雜的重點而將它變成普通人可以理解和運用的精品 真的不多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